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 那等一下呢 要这个帮我们主持讨论会的这个刘定判刘大哥 大家好 我是刘定判 还有我们这个同样这个主持这个讨论会的关文静 Vincent 嗨 大家好 我们来介绍一下他们吧 我们再测调再介绍他 对 我是说那个林松博士先跟大家招个招呼 两个人再来介绍这个 好 苏大姐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林松 那这个曾博士连上了没有 好啦 没关系 他上了以后再请他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请两位博士来帮我们这个讲香港入住重现台北这件事 那我们先请这个梁梅先介绍一下他们的背景 我们很欢迎就是两位博士 一个来自台湾 一个来自香港 来帮我们主讲这个很有意义的题目 那首先介绍林松博士 现居雪梨 然后他来自香港 是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政治学博士 然后香港模范英文中学 还有隔制英文书院毕业 承认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导师 现为媒体人 主持了一些时事啊 还有一些探索的频道 然后另外一位是我们现居台湾的曾建远博士 他是从台大的国发所的毕业的博士 然后目前是中央大学副教授 参与华人民主书院 还有独家传媒 还有新台湾国策智库之决策 承认促转会的研究员 还有北社的副社长 还有他这个我朋友在加了一个曾建远博士 还有很重要他是公督盟 公民督促这个国会的联盟的负责人 那下次要再多增加一条就是这么厉害的简介 好 我们非常欢迎曾建远博士 还有林松博士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词入住 他是这个丹麦艺术家 这个高智活的一个作品 他是为了纪念六世的受难者 那这个公共艺术本来是放在香港大学 放了24年 等一下我们请这个林松博士 帮我们讲这一段 那但是却在前年 他被港府呢 以违反国安法就拆掉了 那今年呢 港府甚至于查扣持入住的这些残留物啊 作为侦办的这个政务 那台湾民间的团体呢 也就是曾建远博士他们呢 经过高智活的授权呢 他就集资重新制造了这个持入住 去年就在这个台湾的六世 33周年的悼念活动中间 他就出现了 只是后来呢 遭到有心人士拖漆破坏 那等一下我们也请那个曾博士 因为我看到他现在在开车 为了安全请见 等到他停止了以后 我们再来那个请他发表 那所以在今年呢 曾博士呢 他举办六世34周年今年晚会 他又特别展出了这一座 三公尺高的持入住的复制品 跟其他地方展出的 这个持入住不同的是 上面还有这个黑色的波漆 特别把它称之这是破坏以创生 那所以我们今天呢 特别就邀请这个华人民主书院 他是主办这个六世纪念活动的 就是曾建远博士他们 那来亲口为大家讲述 持入住在台湾重现的故事 来请这个林松博士 来为大家讲解 持入住在香港大学 经历的这个岁月跟意义 那现在因为曾教授 是不是已经可以停上了 请那个 对停了 那我们就先请曾教授 来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你还是开车不行啊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没有拿手机 可以 好 那我先说明一下 我先说明一下这个 陈入住在台湾的 这个重建的这个经过 那么在香港通过国安法之后 那有关于啊 这个反共的 这些公共的造景啊 艺术啊装置 象征呢通通要需要拆除 那么所以呢 呃 持入住呢 原本放在香港大学 那么就由 呃 呃 后来就遭到那个香港政府 及香港大学的当局 呃 来加以拆除 啊 所以他的原件呢 呃 虽然所有权是属于这个创作者 啊 高志华先生所有 不过他已经遭到拆除了啊 啊 那所以呢 呃 呃 当时呃 呃 我们在台湾召开记者会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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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谴责 呃 香港政府跟香港大学啊 呃 呃 等于说侵害了这个大学的自由 大学自治 以及这个艺术创作的自由 我们在台台北大开记者会的时候呢 那其实当时呃 我们的呃 呃 前任的秘书长啊 呃 王兴忠教授呢 他就突然有个发想 他说那我干脆在台湾重建一个啊 所以呃 其实呃 这个这个重建的发想其实是非常偶然的啊 呃 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一个事件啊 但是呢 呃 当时啊 我们听了这个提议之后呢 都是热血沸沉 啊 所以呢 那就放手一 放手去干啊 那呃 那么后来就和这个高智伯先生啊 呃 做了联系 呃 他也 但是他告诉我们啊 他这个 呃 这个要复制啊 在香港的这个持务柱啊 也就是国商支柱呢 他的造价啊 因为他是同宿的啊 那 呃 高达七公尺 7公尺半 所以呢 那如果在台湾要重做 重做一尊的话呢 呃 造价是台币一千多万啊 啊 那那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天价啊 啊 当我们一重莫展的时候呢 呃 所以呢 我们当我们当时后来呃 后来又召开记者会啊 啊就这个这个持务柱的这个重建啊 来进行这个 这个墓资啊 在网路上进行墓资 那么也呃 向社会大众来呼吁啊 来进行小儿的捐款啊 当然也也希望有这个 呃 大款呢 能够捐助多点啊 减少我们的 这个财务的压力 那如果在呃 台湾要重建一个 呃 也是七公尺多的呃 这个3D练印的植物组啊 啊 它的原料是数值啊 啊 那当然造价比较便宜的 哪怕是比较便宜呢 其实呃 可能也要花到好几百万啊 啊 那所以呢 当时我们在啊 墓资的时候呃 大家还是很忧虑啊 就说呃 像这个呃 这是一个发生在香港 在香港的啊 六四的故事 呃 它是不是能够感动台湾人啊 感动台湾社会啊 那呃 然后让台湾呃 的民众啊 啊 这个乐于均催 这个我们算是没有把握啊 呃 特别是什么呢 特别是 呃 就是当时啊 已经传出来啊 就是那个 呃 台湾已经有些声音啊 啊 在认为说 呃 香港的这个 呃 这个反 呃 台湾人去关心啊 香港的反送中啊 呃 或者国安法的问题呢 呃 认为说这个 呃 那不干台湾人的事啊 呃 他不见得是 呃 他这个大概有两种态度 这个两种极端的态度 这种极端的态度 是认为说 不要去 遭惹到 让共产党不高兴 影响到两岸关系 那另外一种极端的态度呢 是认为 呃 我们不要去干涉 这个中国内政啊 那那个 呃 这个香港人士啊 他们自己管啊 自己国家自己救 啊 这个跟台湾没关系 所以呢 这样这两种啊 极端的一种主张呢 呃 事实上在台湾的这个 特别是在网络上面啊 不断的传播 那 呃 其实呢 呃 当时我面对这样一种网络的俄语的时候 我的判断啊 我认为这也可能是一种认知作战啊 我非常的质疑啊 这种言论呢 他是不是能够在 台湾的呃 呃 公民社会当中受到大众的检验啊 他赶快拿出来实名的来来来 来陈述这样的主张啊 那所以呢 我还是呃 呃 就是说呃 跟我们的同仁啊 张阳以后呢 我们还是决定啊 继续啊 我们的这个呃 重建持络柱的工作 但是呢 呃 我们也做了一个风险的管控 也就是说 入到多少钱 我们就做多高啊 我们必不宜啊 这个完成气功止办 然后来增加我们的呃 这个工作负担啊 因为我们平常啊 在呃 维持呃 我们华文民主书院的营运啊 在那个财务上就 其实就常常倍感艰辛 那这是我们多出来的一个任务啊 那所以我也不想说啊 加重我们同仁啊 太太多的负担 所以呢 呃 当时我就做了一个呃 一个呃 宣告啊 就是说有多少钱就盖多高啊 那 呃 不论如何 总是代表着在这段期间啊 支持啊 这个重建持住这个营运的人们啊 共同的努力啊 那最后我们呈现出来呢 呃 是盖了三公尺啊 总共造价是六十六十多万啊 因为我们只募到六十多万 所以只能盖到一半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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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六十六十多万我们呃 但是希望说能够在在在哪怕再多加一公尺也好啊 但是我们新到了极限 所以后来就决定了就是呃三公尺半推出啊 啊 所以啊 呃我们就很顺利的在去年的六四的时候呢啊 啊就把这个这个三地列印的指路组把它做好 然后送到呃中文经验堂啊来进行展示 那么在呃呃呃呃成centered freely at Delta 這其实一开始都是这个平静无波了啊 那到了这个展示的最后一天呢 有一名19岁的男子 那么鬼鬼祟祟的 来到中文经验堂民主大道的广场中间 突然他手上提了一桶油漆 黑漆就往这个子龙树上泼 泼完之后 他就夹腿落荒而逃 因为那个时间是早上 所以在广场上没有什么人 那我们的人员也距离 因为事情事发突然 也离现场了有一段距离 来不及去制止 所以他破了漆之后就跑掉了 可是在中午以后没有多久 我们就收到来自于台北市警察局的通知 说已经找到了嫌犯 因为中文经验堂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国定的主题 一级的国定古籍 那又是具有高度政治象征的一个地址 所以四周都充满了遮事性 所以这位仁兄 他早就被人脸辨识了 所以他离去 那么有一辆Uber的计程车就载着他离开 这个车子的车号也被锁定 所以很快的我们就找到了 找到人 就找到这位仁兄 那经常这个人兄他年龄19岁是一个失业的青年 那他宣称他迫弃的动机是为了抗议蔡英文政府 也就是说 他就是这个逻辑段很奇怪的 六四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干的事情 就是他抗议蔡英文政府去破坏 六四的纪念活动 那显然他就认为说 支持六四的就是蔡英文政府 其他的可能他的支持者的作为 所以他要来现场进行破坏 那我们很快的就请求警察局帮我们送 因为我们要对他进行提供 当然从中华民国的相关的法律来讲 他的行为在刑法上构成回损 那在民法上面当然是回损了侵权行为 那当然损害赔偿 那回损呢在台湾来讲 它是一个轻罪 那但是我们认为 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回损行为 因为每年的六四呢 都会有这个烧耳的行动 这个不是在最近几年的事情 早在二十几年前 二三十年前 每年的六四就会有烧耳 那特别是在两岸关系改善之后呢 这种烧耳行为更多 为什么呢 因为中共的这个第五纵队呢 在加活跃 所以我们就要求警察 以后来要求台北市地方检察署和检察官 不是只查这个19岁 这个青年他的犯罪行为 跟他的犯罪动机 而是要去查出来 他背后教唆者 支持者是谁 它是不是一个组织的行为 我们教授的问题呢 这个多次的要求 疫情署跟警察 有份单位呢 要去查理这个清楚 因为这边是涉及到 我们认为这个是涉及到 国家安全的高度 为什么呢 它不是单纯的回损行为 而是透过这样一种行为呢 让台湾人民对于涉及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抗议行为 躲着无前感到恐惧 它是在威胁我们台湾人民 这个所谓免于恐惧的自由 所以呢 它是一个具有高度的 这个政治动机的 一个迫害行为 而且不可能是一个单独的 单独的个人行动 因为呢 我们后来了解 这个事实是一个失业青年 可是呢 他坐的是Uber的车子来 是包车 那另外呢 这个 他在那个整个行动的过程前后呢 他的电话 他们那个也被 他的那个通话记录呢 也被查出来 所以呢 他背后有支持者 那也有人来负担 他整个行动的费用 后来我们查出来 调查结果呢 他整个费用只有1万块钱 这1万块钱呢 就可以让一个人来扩坏 来威胁台湾人民 这个从事和平集会 活动时候 他有一种 这个心灵的 这种平静 那一个社会 这个参与者的一种安定 的一种心理状态 他代价很低的 就只要1万块钱 但在 在正前一年呢 那种毁损的行为呢 毁损那个我们悼念 悼念庭的 也就是六四的悼念庭 那个行动呢 只花了2千块 换言之就是说 这个中共相关的这些组织呢 在台湾进行这个破坏行为呢 他现在这个代价非常低 而且呢 都是运用台湾社会的边缘人 来进行这样的行为 而且呢 是透过 具有黑社会背景的人士 那么来作为终结者 所以呢 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追查不下去 因为出现断点 但是我们不认为说 黑社会没事的会来过期 而且呢 只花了1万块 几千块 就来完成这样的工作 因为他们要承担 是可能接下来赔偿责任 甚至是牢狱之灾 所以呢 我认为呢 它是一个政治性的组织 的行为 然后呢 这边还有台湾的黑社会 黑吃黑的问题 因为我不相信 在背后啊 跟中共有关的机构 他在提供啊 相关的经费的支持的时候呢 只给台币1万块 不可能的 给10万 100万都有可能 所以中间的差额 谁拿走的呢 就是这个终结者 所以这个终结者呢 事实上也不怀好意 我觉得 整个 这个持户处的事件呢 给台湾社会 一种 一种 一种印象 也就是说 这个 这个波及者 抗议者 他并不具有 这个明确的政治意识 反而是什么 他们都是社会的边缘人 如果中共啊 或者是中共的支持者 对台湾的这个 这个 政治的抗议人 都是利用这些 没有政治 思考 政治意识的 社会边缘人 那你看 台湾人会怎么去看待中共 那只有 只有社会边缘人 才会支持 中共嘛 他最后得到的结论 是这个样子 那 在另外一方面谈到这个 持户处的这个作品 他被泼上黑漆之后呢 我们有跟高智霍先生来反应 那说 这边涉及到那个毁损 这个赔偿 求偿的问题 那高先生呢 他事实上是非常的 非常的洒脱了 他说 就把这个 泼漆的行动 当成持户处作品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呢 这个 持户处的原来的作品 它是红色的底 当扑上黑漆以后呢 就好像什么 每一张 这个 上面露刻的这个脸呢 被火焚烧过 这让这些 这个 他们的表情呢 面孔呢 更加的生动 所以那个 所以高智霍先生 他就说 那就不要 那就不要 不要改动 这个作品好了 就 就维持 他的这样一个 他的这样一个样貌 所以就 持户处的这个作品呢 现在就是这样呈现出来 所以呢 他会看 除了尺寸不同之外 这个材质不同 他也和全世界其他六柱的 持户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他的 台湾的这一柱呢 他的脸呢 是被烧黑的 所以也因此呢 原来从香港 要从香港的国商支柱啊 复制的这个持户处呢 他其实跟台湾的本土呢 有了连结 因为台湾人去声援香港 台湾人去抗议这个六四 所以呢 台湾人啊 在守护自己的民主的时候 也要意识到 对台湾的民主的威胁 也来自对岸 而我们所受到的伤害的象征 就是在台湾的指路柱上面 那些一张一张被 这个焚烧 焦黑的脸孔 那个痛苦的 这个 每一张痛苦的这个表情 那这就 给台湾人 在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 除了那个视觉上的一种震撼之外 它更延伸的就是我们对于 这个香港 或者是中国大陆跟台湾人 面对中共压迫的处境的时候 一种感同身受 一种深刻的弹性 所以呢 我是觉得说 这个 虽然这个迫切行为是不可取的 但是它最后成就了 这个作品呢 更宏大的 它的一种 这个历史的意义 所以我们现在也 也拥有 这样一种 这个持路柱这样的作品 我们感到非常的光荣 那这个就是 整个持路柱 在台湾 这个重建 这个保存 跟这个意义 重新的这个 这个发现 这个经过 谢谢 好 先到这里为止 那个 你赶快炒个地方 停下来 我们等一下再做补充 你如果不再开车 我会挨骂的 而且我们也不安心 让你这样子 我们先请这个林松博士 来再把这个持路柱的这个故事 为我们这个说明一下 然后最后再请这个 两位再做一些补充 来林松博士 苏大姐 谢谢 在台湾这个持路柱 但是我们香港人 我们习惯 就是国商技术 就是有点不同的教法 我们的习惯不一样 其实这个就是 丹麦的雕塑家 高之河 就是当年造的 然后有 总共全世界 是有六座 那么除了在香港之外 还有五座呢 是在意大利的罗马 墨西哥的墨西哥城 还有巴西的巴西里亚 丹麦的哥本哈根 还有德国的柏林 那么就是总共有六座 那么呢 其实我看看那个资料 就是1996年的时候 高之河他已经有意 去就是建造这个国商之著了 就是因为那个1989年的六四事件 就是北京大屠杀 那么呢 他希望在香港 就是1996年的时候 希望在香港呢 找到有团体了 帮他放这个东西 在哪里展览了 展出啊 那么高之河他当时说了 找了好多个月 好像成功的机会 不是那么大 他记了很多心 好像都没有什么回音 他也知道了 就是北京的打压很厉害 那么呢 香港人呢 很多人都怕这个事件 那么后来呢 就是香港的支联会 支联会就是 我们叫香港市民支援 那个爱国民主运动的联合会 简称是支联会 那么呢 就接手这个事情 那么呢 就是在1997年的4月 就是那个香港交给北京之前 就是最后一次的六四的晚会 就展出这个国商支柱 那么就是1997年的5月31号 那那个香港交给北京是7月1号 那么呢 就是之前呢 就是5月31号 那么这个国商支柱 就是一个支柱 从丹麦就运到香港 那么呢 运到香港的时候呢 有关的运输公司 本来呢 是他要负责去做这个 把这个东西运到 这个维多利亚公园的 他就临时就违反这个合约 就没有去做这个事情 当然了 大家都心中有数了 这个应该是 很多人都怕了 这个北京的压力 北京的打压 那么呢 后来就是支联会 在6月3号 就是积极了 把这个国商支柱 这个时候就自己运到 那个维多利亚公园 因为每年呢 就是支联会都在 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 举行这个有关 六四的烛光的职会 每年 不过最近几年就已经没有了 但是当时呢 每年都有了 那么呢 高俊河也到了香港 就是指导怎么去安装 这个东西安装在这个维多利亚公园 那么呢 就是6月5号的凌晨 那么呢 就是这个烛光 只会在维多利亚公园的 已经做完之后了 然后呢 就是香港的 香港大学的同学 把这个东西呢 就运到 香港大学里面 那么呢 其实运是从这个维多利亚公园 运到去香港大学 途中呢 其实也有出连一些问题的 就是要运到 那个香港大学的里面之前 有十多名 就是香港大学的保安员 就不愿意把那个大门 就是打开 就是有一点阻挠了 不愿意把这个国上基础运到 那个大学里面 那么后来呢 就还有那个大学就报警 然后呢 有三十多个香港警察 就到场 就是拦着那个货车 就进入校园里面 然后呢 现场呢 就有四百多位 就是香港市民 就到场去支持 支持把这个东西运到里面 就是有支持 香港大学的学生 所以呢 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出现这个事情了 就是1997年的6月5号 就是那个 韩美到7月1号 就是那个把香港 就是英国政府把香港 交给北京 之前发生的 其实还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那个时候呢 香港已经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然后呢 就是 就是后来呢 就是因为有市民 几百个香港市民 加上香港大学的学生 后来还是把这个国上基础运到 那个香港大学的里面 那么呢 大学方面呢 在两个礼拜之后呢 就答应把这个国上基础 这个取入住就放置在一个平台上面 然后呢 从1997年9月到1998年的4月呢 这个国上基础 这个取入住就曾经轮流的在不同的大学 就是展出的包括这个香港中文大学 了岭南大学 晋慧大学 科技大学 理工大学 城市大学 那么呢 就 然后 1998年的5月 还在拿到维多利亚公园 就是准备这个六四事件的九周年的 烛光集会 所以呢 我们看看这个历史呢 其实都有一段 就是这个历史了 然后 1998年9月的时候呢 香港大学的学生会 那就开了一次会 有2000多的会员 就是大学生的就投票 那么呢 就有1600多的票数是赞成 就是大多数了赞成 把这个国上基础 这个取入住就是安放在 香港大学里面的一个平台 就是永久的放在哪里 然后呢 就 其实从那段时间一直放 好像都 比较长的时间都不是很大的问题 然后呢 到了那个 2010年 因为上海大学呢 有这个 100周年的活动了 那么 上海大学的学校方面呢 就跟智联会跟上海大学的学生会 跟他们讨论 把这个国上基础呢 就移到另外一个位置 那么呢 就是曾经有这样的事情 那么呢 那个过程里面呢 还有发现这个 原来上海大学 那个国上基础有 出现了一些什么裂痕呢 那么2013年的时候呢 高知火就亲自到这个香港大学了 把这个裂痕呢 把它修理一下 那么呢 就到了2021年的10月 那么在香港呢 有一个那个香港证言会 这个社团呢 他就举报 说这个国上基础在香港大学呢 就是好像是违反 这个香港的国安法 那么呢 他就说 声称收集到超过 两万名的上海市民 就是签名 就是说这个 艺术作品呢 是有问题啊 就是说违反这个国安法 那么呢 所以这个就开始呢 出了问题了 然后呢 就上海大学呢 就在这个2021年的10月8号 就通过一个律师的公司 就向这个支联会 就发出一个信件 他就要求就是 把这个国上基础移走了 那么后面呢 刚才已经提过了 就是后来就是 真的被移走了 这个过程呢 其实呢 香港人都坚持了 很长的很多年 把这个国上基础 这个支路就放在香港大学 其实呢 那个意义是很大的 那这个艺术品是关于这个1989年在北京的民主运动 1989年的时候 其实我在香港的中文大学的新闻系就是在那里教授的 当年这个是叫新闻系 后来就改成一个学院 那么呢 当时就是1989年的时候呢 香港很多学生 包括这些大学生呢 都很多人站出来 在香港呢 已经举行这个集会啊 游行啊 就是支持北京的民主运动啊 那么我当时呢 我记得我也跟就是我的一些大学生呢 都一起了从这个香港的中文大学 就游行到那个当时是叫新华社的香港分社 就是现在变成是中联办啊 就是一个北京派到香港的一个代表机构啊 我们去那里抗议 然后呢 其实当年的很多我们做的事情呢 就没有一个永久的艺术品 所以后来呢 这个国商支柱这个球柱柱啊 就是一个比较固定的 永久的一个艺术品放在香港大学 所以呢 对于就是香港的大学生来说了啊 就是有一个意义是很大的 就是提醒提醒香港人 香港的大学生 不要忘记这个1989年的北京的民主运动 还有是中共对人民的打压 所以呢 这个意义是很大的 那么呢 中共一定肯定是不高兴了 放这个东西就是提醒香港人啊 那么中共是他肯定就要把这个移掉的 他就要想办法 那么呢就是 移掉这个东西呢 对于这个中共来说啊 就是 他们就是现在有一个形容词 就是把这个现在的香港 变成一个他们认为的 美丽的新香港啊 他们叫美丽新香港 就是中共的叫法 但是呢 香港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那么呢 现在呢 很高兴了 这个虽然这个 在香港大学 这个持路柱已经没有了 但是现在呢 就是运到 就是高知火 重新在那个台湾 把这个持路柱再把它 竖起来在台湾 其实呢 这个呢 给香港人一个 就是台湾人民是支持香港人的 有这个感觉 然后呢 也是提醒台湾人民 不要忘记 中共这个独裁政权 对人民的打压 包括对这个中国大陆的 老百姓的打压 还有对香港的打压 那么呢 就是这个持路柱 在台湾把它竖起来 就是提醒台湾人民 不要就是相信的 相信中共那一套 就是中共根本是不可信的 那么呢 就是台湾人民要 就是希望了 能够坚强起来 去面对中共的打压 好了 那么我就讲到这里了 苏大姐交给你了 好 谢谢林松博士 那我想请教一下 那个曾教授 但是 你等一下帮我们 这个说明一下 看看你的感觉就是 这个香港 台湾是接续香港 在纪念这个六四的活动 我们都知道以前都是香港 主要是香港在纪念这个六四的 那现在这个棒子到台湾来 我不晓得就这个 曾建元教授的看法 你觉得这个力度 比较以前这些香港的力度 有没有什么差别 那你自己感觉在推动这个六四的这个 纪念活动的时候 台湾的这个表现 你自己给他打多少分 那这个曾婉像 你找一个地方 那个停车下来 帮我们那个解答 那另外我想请教这个林松博士 那现在最近的香港国安法 你看它辞入注 它这个国商之助 它也都不允许了 那像现在的这个香港的 这个言论自由 我们知道不久前国泰航空 他们的员工只不过私底下在讲 比较入华的 就是瞧不起大陆人的事情 就被举发了 然后有日本的学生 香港学生在日本 讲反共的言论 也被举发 也被调查了 像现在目前 你所了解香港的这些言论自由的状况 是怎么样的状况 请林松博士先帮我们 我们等一下再请曾教授 停的时候 我们再请 好谢谢苏大姐 现在香港 国安法以来 香港的言论自由的空间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言论自由了 就是 那个香港的新闻 苹果日报 还有其他一些新闻媒体 就是支持民主的 都已经没有了 那么一般的香港的媒体 也不敢针对一些政治的问题 去报道 去表达自己的观点 因为现在就是 国安法治以来 就是香港政府 其实 这个是不是真正的法治 香港人是真的 把这个1997年到现在 这个中共统治香港 跟他拿来 拿来跟这个97年之前的 英国政府统治香港的时候 一比较 真的我们在1997年之前的香港 我们可以去骂这个英里皇 骂英国政府 骂这个港英政府 都没问题可以骂共产党也没问题 那么1997年之后 其实 我记得当时 其实北京方面 包括这个当年 邓小平 然后就是其他一些领导人 也说 香港人可以继续骂共产党 但是后来 到这个2019年 那个反送中事件 然后推出这个国安法之后 实际上已经不能够骂共产党 那么呢 就是当然你还可以骂这个英国 骂这个港英 已经过去了 那么但是你现在 如果你要骂这个批评 这个香港的特区政府 或者是要批评这个北京中央 已经现在是变成不可能的事情了 你一点点的批评 根据这个国安法就会说 你是不是煽动 煽动仇恨香港特区政府 是不是那个煽动仇恨 那个北京中央 就说你要推翻这个政权 那么这个罪名是很大的 所以现在已经就是抓了很多人 很多人的但是呢 他们其中很大的一部分 根本就没有去上法庭去审讯 然后就已经就是抓起来 一年多两年 那么最近这个国胎航空 那个搬机的上面 发生的问题 其实也不简单 说就是说出来 因为这个空中服务员 就是说好像有点 对大陆的乘客 说他就是 说这个英语不好 然后就好像去讽刺他 但是呢现在问题我们看到 当局他们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 他们不是把这个事情 很简单的去解决 他们是把这个事情把它扩大 扩大了然后呢 就是要把这个 最近的新闻说 他们要招聘一些 就是中国大陆的空中服务员 用他们来代替 香港本地的空中服务员 那么呢我们看见 这个国胎航空公司 原来是属于这个 就是英国投资在香港的一家 就是在香港的航空公司 是属于这个香港跟这个 就是跟英国有关系的 那么中共呢 它是慢慢慢慢通过 这些一些一点点的 很简单的事件 把这个 其实就好像真的是共产 共产主义 把这个航空公司 就一步一步的 就是把它慢慢慢慢变成是 中共的去控制了 那么除了这个呢 就是还有一个香港留学生 去了日本那个事情 那么这个香港学生 回到香港 其实他回去就是因为 那个身份证 到时要换了 换一个新的身份证 他想不到 就是他去换这个身份证 然后呢就给香港方面 把它抓起来 现在最新的 孝心的说要起诉他 说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呢 说他在网上 Facebook啊什么网站 发表了一些 煽动的就是一些事情 那么呢 其实我们看来呢 这些东西都是 我们是很正常 我们有这个言论自由 当年邓小平还说 就是香港人 有这个批评 中共的自由 那么现在这些自由都没有了 就是你说一些批评 中共的什么话了 就会说你违反这个国安法 就说你是煽动 推翻这个政权 那么这个是很严重的 那么现在那个留学生 香港的留学生 就是从日本回到香港了 这个呢他被抓起来 然后呢就被这个法庭 就是说要起诉他 那么他申请要保释的 就是外出 那么呢就是警方 那个律政司要求他 要把他的那个电脑啊 手机啊都要全部那些账号 都要交出来 把那个密码什么都要交给 香港的警方 这个呢在于我们香港市民来说了 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 就是你的隐私权 你怎么去用你的电脑 怎么去用你的手机 你已经变成没有秘密了 要把这个账号交给香港的警察 所以这个是很什么呢 就是这个中共的空气 现在把香港呢就是变成 好像文革年代 六十年代 中国大陆的那个文化大革命的年代 所以这个香港的自由呢 我们发现现在到底香港还有没有自由呢 我们就是很失望 我们现在就希望了就是这个国商支柱 在台湾可以重新的把它住起来 希望就是台湾人民不要相信中共 他说什么你不要相信他 很多东西都是假的 他是要把你的东西全部要控制 你要听他的话 你的什么财产啊什么 他就是一步一步的会把你的东西都拿走 就好像那个苹果预报那样 他说你是违法的 你就把它就没有了 他就把你的财产什么都收起来 没收起来 这个是他们说的共产主义 好谢谢苏大姐 好谢谢林博士 那现在请那个那个曾教授 赶快把车子找一个地方停下来 停下来 然后这样子我才不会 我的细胞一直在 吓得死亡 你把那个 找个地方稍微停一下 然后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个 你对台湾现在接棒纪念六四 你的 你打几分 你觉得台湾这个方面做的怎么样 现在外面很多的野子树 你是在台湾南部吗 还是 我在你的母校 我现在在你的母校 你在台大 对 那你在台大太好了 随便找一个地方停下来吧 对我现在要停 对我现在要停 对台大的野子树很多 对眼睛很尖 对我还以为在南台湾 好那就最后 就是在台湾举办六四 当然规模不可能跟香港来比较 我觉得因为两地对于六四的感情有所不同了 因为台湾当年六四的时候正好 那时候是威权统治的时期 所以当台湾民主化 本土化之后 那么很多人去反省 他当年参加那个六四 有很多并不是因为他对于民主 人权的信念 很多只是因为当时台湾的整个意识形态 那个是反共的 因为是反对中共 所以他就去参加 可是欠缺对于台湾本土环境 当时的政治环境的反省 其实在六四之前 中国大陆历经北京之春的那个阶段 或者像北大 当时他们还有什么三角地 还有什么关于大队沙楼什么的 那个台湾跟当时跟中国大陆的差距 说实在我们觉得并不是很大 所以六四当时的这个 之前的学生的这些 不是校园或者校园外的这运动 其实也让我们很羡慕 某种程度上 那也对台湾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服务 所以当时很多的群众 台湾很多群众参加 他可能只是一种反共意识 但是欠缺更深的这种本土政治问题的这种反省 所以当台湾的民主化 毕竟的这个本土化的过程之后 很多人就 等于说对于六四 他当年参与的那一段 不太愿意去回顾去提起 所以参加人就一天比一天少 始终都是我们所谓的统派的人士在参与 但是当马总统上任以后 两岸关系 当时国共进行第三次合作 两岸关系批评以后 批评中共 变成蓝营当中一种非常尴尬的一种立场 一种局面 所以参加六四的人 统派人士慢慢的就离开了 最后我记得最后一次 人数最少的时候是六个人 那么大的自由广场 只有六个人参加 还有一位小姐是坐在地上 坐在地上参加的 那位小姐叫做蔡英文 所以那个场面 对 所以那个场面是非常的凄凉 说实在的 所以呢 当时就是由台湾大学 历史系 历史系的香港学生 和台湾的学生 他们重新又去发起 要把这个六四自由广场 那个气氧的局面 要把它挽救回来 所以他们成立了一个群村 促进中国民主化的工作小组 所以就接管了这个自由广场 六四的举办的活动 这个主办权 其实也没有交接 也不必交接 因为这个原来主办者 已经都已经不见了 人找到人来参加 找到人主办都找不到了 所以呢 后来就变成由台湾跟香港的大学生 研究生共同来举办六四的纪念活动 那么等到他们离开毕业以后呢 就把这个任务呢 就交给杨献宏主持的中国 台湾关华中国人权联盟 那办了两年之后 再把这个主办权呢 再转交给华人民主书院 所以就是由我这边 从等于说大概是从这个 马英九总统执政的后期 就开始我们来主持 就是活动到今天 所以呢 整个主办的单位 包括参与者的结构 已经大幅度的 其实是完全的换血 现在这个已经不是所谓统派的活动 而是在统派的眼里 这个是一个本土派的活动 在本土派里面的眼里呢 这可能是一个 这个还跟中国的感情啊 还有这个千丝万缕的 纠缠的好一个活动 那所以呢 我现在在办六四的话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意义啊 在进一步的提升到 这个从普世价值 从这个角度 从台湾的这个民主防卫的角度 来看待六四 因为呢 这个当年镇压六四的政权 他没有 他并没有消灭 现在反而呢 他来压迫台湾的民主 所以呢 我们是从这个角度呢 来举办这个六四 那么 这几年 因为香港的这个变化 所以呢 这个包括此入住啊 这个等等 这些因素的加入 所以呢 现在这几年 六四的这个场子呢 台湾六四的场子呢 国语跟那个广东话是交错的 这个在发生的 那甚至呢 有一年的活动是 由一位在台南开咖啡厅的一个香港女生 她在担任主办人 当然我们华人民的书院呢 和所有的这个台湾公民团体呢 我们在背后支援 但是那年的主办人 就是一个香港女生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 台湾六四啊 她现在举办的这个状况 我们说这个场面呢 很热闹呢 其实充其量也不过两三千人而已 那 已经比六个人好很多了吧 所以 等于说新的一代的 这个台湾的这个世代呢 台湾年轻人呢 他们对六四呢 他有其他有别于 旧世代的一种 想法观念 反省 现在呢 不会再 参加六四人呢 我想 我想呢 经过这个 这一两年的这种冲击啊 辩论之后呢 你要来参加六四 你就不要再纠缠于什么 什么中国 什么台湾 统独的这些问题 这个我们要从什么 从守护啊 这个民主的价值 而且是为全世界人类啊 站在第一线守护民主价值 从这个角度来思考 台湾人在这个当中的一种责任 就好像啊 这个安倍啊 近三啊 他说 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那今天呢 面对六四的问题呢 中国有事 香港有事 我们台湾人呢 不能说家里有事 政治人物不能说家里有事 就不能来 那也是台湾人的事 因为呢 我们面对的敌人 那个政权呢 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要和这些被压阔的人民呢 站在一起 团结力量大 那全世界被压阔或者团结起来呢 我们才有办法守护民主 来抵抗啊 中共啊 这种这个 他的专制啊 独裁啊 对全球的啊 这个文明价值的颠覆 那我大概就分享一下 就这几年 九段六四的一些想法 好 非常谢谢 曾教授 没有错 他已经这个 接棒 主持这个六四啊 也点出来 现在 在台湾 纪念六四活动的这个 其中的这个转变啊 现在已经情况 大不同了 虽然 还需要很多的加油 但是我 我觉得这 华人民主书院啊 这个任重道远啊 慢慢唤起台湾人 真正的反共 而且支持民主自由的 这种这种信念啊 我觉得非常重要 也非常值得钦佩 也在这里向华人民主 书院呢 致敬 很好 非常感谢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时间也到了啊 我们今天节目就做到这里为止 喜欢我们的节目的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赞转发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 我们直播结束 就要开始我们现场的一些 这个交流讨论的 我们就 把这个时间交给刘定办